各位觀眾你們好,今次想和大家談談香港人在英國找工作和工作的情況 我會講一講這裏的行業人工,另外有哪些地方可以找到工作,求職的途徑 也會分享一下我自己去到見工和上班時的一些經驗 先講一講不同行業的人工 很多人都說來了英國之後未必可以找得回香港同一個行業的人工 究竟是不是這樣?我們不如看看在英國這邊,究竟不同行業人工大約是怎樣? 這個網站就是英國的統計署的,其實這裏你可以下載到一個很長的列表 有各行各業他們在2020年的一些收入的 如果大家去這個網址下載下來,你會找到全部,但是要花點時間去看看 我找到另一個網站,它就是將裏面的資料,精華了一部份的比較多人留意的行業 就放在網站那裏,讓大家看看 看看你們自己在做的行業,在這裏對應的相等的或者類似的行業 其實人工究竟是怎樣? 他們做的確一下嗎? 大家抓得到 來,你想和媽這裏, 我們就吃好了嗎? 你看,我們先做的 你看,我們先去做的 有時候了 我們要來的 我們先做照片 我們先用來的 我們先用來背景 我們要來的 我們先用來的 我們先用來的 我們現在做的 我們先用來做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曲 李宗盛 如果你的职业在以上资料里找不到 又或者你想比较集中看一看 你居住的地方的这个行业的人工 那有没有方法呢 实际上都有的 在一些求职网站 他们就整理了雇主offer的人工 就计算到究竟 这些行业在这些地区里面的平均的人工 例如现在见到的这个网站 上面就会见到 我用这个做一个例子 就是在伦敦 如果你做一个analyst programmer 究竟平均的年薪是怎样呢 这个就显示到 他们这个网站 现在是有25份 在伦敦的 这个职位的招聘 而平均的年薪 就是39,600磅 有兴趣的朋友呢 可以上回这个网址 就可以去这个网站 找到这些资料的了 给多个网站 这个网站呢 一样都是可以 输入那个行业 或者职位 然后找到平均人工 那这个例子呢 就是说中学教师的 他看到原来 那个平均的年薪 是31,000多磅的 那去回这个网站呢 就可以搜寻你有兴趣的行业 那究竟他那个 平均的年薪是怎样呢 究竟香港人来到这里 就业情况是怎样呢 那我就想引用一个最近 由一个组织 他们去做的一个调查 那我这里呢 只会简单地 讲一讲他们的一些主要发现 那如果有兴趣 了解多些少这个研究的 可以回到画面上看到这个网站 那这个访问呢 就是今年8月的时候进行的 那总共有超过600个回应的 那这里就说大部分这些人呢 都是讲着是刚刚来到英国没来的 那有七成左右是来到不够6个月的 那这些受访者呢 他们来英国之前最多做的行业呢 就是这些啦 即是finance 或者是一些保险业啦 或者是资讯啊通讯 那我相信应该是跟IT相关的东西啦 那另外排第三个呢就是教育啊 那但是挺有趣的就是 那这些找工的朋友呢 他们在找的行业呢 就反而不是完全跟他们来英国之前做的事呢 是相关的 那例如说呢 最多人找的工呢 就是一些零售和批发的一个行业的工作啦 那另外就是一些admin啊 一些辅助性的一些职位啦 那另外就是运输啦 和物流仓储啦 那之后呢才去到这些资讯业啊 又或者是一些这样的餐饮啊 服务业这样的 那而刚才看到的金融啊 或者是教育呢 就跌到比较低的 那而另外啦 就是真真正正在这里成功找到工的呢 最多呢都是一些物流啊 仓储啊这样的啦 那另外就是一些专业的职位啦 那另外就是一些餐饮啊 或者是一些服务行业为主啦 那之后呢就是一些 零售批发啦这样的 那会看到就是似乎会不会是 有一个情况就是 大家来到英国之前做的行业呢 未必是大家最终 找的或者找到的工作的类型呢 那似乎这个调查 告诉我们看呢 可能是有这个情况的 究竟这些受访者他们认为 实际上他们在找工作的时候 遇到一个困难 最主要是有哪几样呢 第一样呢就是language barrier 也就是说呢是那个语言的沟通的一些障碍啊 那可能是英文的能力 未必是能够应付到这里的工作的需要啦 那第二种呢就是 缺乏这里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技能啦 又或者是一些资力的 那第三个最大的运功障碍呢 他们就是觉得就是 怎样去证明给那个雇主看 你是有资格有权在做事 就是所谓的right to work 那这个买卖广告先 如果你还没订阅我的频道的 欢迎你按订阅这个按钮啦 那就可以按下旁边的那个钟仔的图示 日后呢有新的影片呢 你是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的 那也都欢迎你啦 可以给个like啦 也可以分享给你的朋友 那在下一个我想讲讲的话题呢就是 究竟有些什么在英国这里找工的途径呢 那第一个最主要的途径呢 当然就是上网找啦 其实这里呢是有很多的求职网站的 画面上面见到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一些我自己都有用过 或者有上去看过的一些求职网站的 那这里呢是可以找到很多不同类的工作 英国各个地方的工作都有的 上到去输入回来想找的行业啦 那就列出了一些 一些雇主现在找着的人去到fill up的一些 vacancies啦 那就除了一些一般性的 很大路的一些行业之外呢 其实可能呢 有一些朋友来到呢 他们想找一些个别的行业 或者个别要求 某些条件或者某些资历才可以做到的工作的 那其实呢 就有很多其他网站都找到的 例如你是医护啦 可能想找NHS的工作啦 另外可能你是一些工程师啦 想找回工程师的工作 或者你是做教职员的 你是想找回学校的工啦 IT工啦 那甚至都会有一些网站是专门 给你找一些中文相关的 一些需要识中文才去做到的 或者是一些新入职的 一些刚刚毕业的一些新鲜人 找的职业呢 其实都有一些专门的网站去做的 那怎么找到这些网站呢 其实最简单呢 就是去回搜寻器那里 输入回你想找的那个职业 即是后面加回jobs 或者是vacancies 或者careers 这样 再去到搜寻 那其实呢 一般来说呢 你都可以找到很多这些相关网站的 那除了上网 一些求职网站之外呢 其实另一个途径呢 就是社交平台 我自己都有一些朋友呢 是曾经试过呢 去回他居住的地方 在facebook 或者是nextdoor上面的讨论区呢 去见到一些雇主 贴一些招聘的一些告示 又或者他自己主动去上面贴出来说 其实呢 我是做这个行业的 在我们这个社区 会不会有人请这些这样的职位啊 那样 而成功去得到面试机会呢 是有些朋友都试过的 那所以如果大家定居了之后 落脚之后 是想找回一些家里附近的工作呢 不妨上这些社交网站去找找啦 那另外当然就是找回一些 本身你想做的行业 他们的一些公司的一些网站啦 这边呢 其实很多公司呢 都会直接在他们的网站上面呢 是登一些招聘的广告的 那如果你本身都很清楚 你自己的行业在这里 是有哪些公司的 那干脆呢 可以直接上这些公司的网站 去找找 看看会不会有机会有求职的一些可能 那另外呢 那另外呢 就是可以找一些职头公司 一些agency 那其实他们呢 都会是去收一些cv 然后呢 就是会配对回看一看 哪些雇主呢 可能在找着一些类似的一些经验 或者是一些资格的一些人 那去做一个配对 然后呢 就介绍你去见工的 那就说了这么多了 不如就说一下我自己的经验啦 那我自己呢 都在这里呢 是见过工 而且最后呢 好幸好都成功是找到工的 那我自己 找工的途径是怎样呢 其实都是上网找的 去回求职网站那里呢 去输入回我想做个行业 那里 那里输入回我居住的地点呢 那就见到那些工 然后之后我找到一些 自己认为适合的呢 那就可以去到 寻求职信的 那有些求职网站里面呢 是有了那个求职的功能的 就是你可以输入了你的 学历啊 资历啊 那些那样 那当你看到心仪的工的时候呢 直接按进去 他就可以将你本身输入了的资料呢 直接去传送给那些雇主的 那另外也都有一些呢 只是有这个联络方法呢 那你就可以用回这些联络的方法呢 去自己去写求职信去那间公司呢 又或者是去回那间公司的网站 找回他们的那个求职的表格 填了之后寄回回去 也都是会有的 那很幸运啦 我也是获得见工的机会的 那见工的时候 通常那些雇主问什么呢 我遇过的雇主通常就是 会问一些都很大路的 很多人去见工 不论是香港或者英国 都会遇到的问题 例如 为何上入这间公司呢 那这个方面呢 当然就是要预早做些准备啦 了解一间公司 为何自己觉得是适合这间公司呢 那另外就是 很多时候他们都会知道 我不是本地人呢 都会去问一下 其实我不认识这里的本地的情况啊 因为虽然你就算 可能在香港做回同一行的 在这边可能工作的模式 都有些不同的 那另外就是呢 有时他们都会想了解一下 譬如说同样的东西 你在香港做的时候 究竟是怎样做的 整个工作的做法是怎样的呢 整个行业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一方面呢 我觉得可能他们都有兴趣知道 同行但是另一个地方的 是怎样运作的 另外可能他们都想知道 你会不会是可以有些经验 是带到去帮到他们呢 那其实有时他们都会想知道的 那另外呢 有时他们都会问 其实你有没有本地的资格的 那如果对于一些专业的人士呢 可能你们本身是香港的专业资格呢 来到这里都可以回应到的 另一样东西可能要花点时间去做的 就是同等的学历了 在这边呢 有很多工作呢 其实他们都会要求 就是说你有本地的同等学历的 例如说GCSE 又或者是大学的学位啊 那怎样去做回一个证明给他们看 你在香港本身的学历 在这里呢 都有一个同等对等的资历呢 那这条片里面呢 稍后都会讲一讲的 那另外一个经常被人问到的问题 又或者在那个求职的申请标上面 都要求他填的就是NI number 那这个也是很多朋友遇到的问题 就是寄了出去之后呢 申请很久都没有回复 又或者回复呢 就是说要拿更加多的资料啊 那然后才可以批到NI number 有些朋友是等了好几个月都没收到的 但也有些朋友呢 就是很快收到可能只是几个星期 那似乎都是有一个运气成份在这里的 那另外呢就是另一个有需要证明的就是 有没有那个工作的权利 right to work 那这个一会都会讲一讲的 那先讲讲学历了 其实呢是有方法呢是可以将你的香港学历呢 去做一个平衡去看一下 会不会在这里英国有一个对等的一个学历的 那之前呢我都有另一条影片去讲整个过程 那怎样去做啊要花多少钱啊这样 那大家有兴趣的话呢 就可以看回我这条YouTube的影片 那个连结呢我已经放在我这条影片的简介里面 另外就是右上的资讯卡都会找到的 那而至于那个工作权利证明 如果你本身是持有一个BRP的 其实呢就可以上回这个网站 那在这个网站上面呢 就可以给你的个雇主看呢 就是你是有权利的工作的 那如果你说你本身是经过那个app去做一个签证申请的 那所以因为这样呢 而你是没有一个BRP的 那你就需要去到另一个网站 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网站了 在里面呢你可以generate到一个share code 那然后将这个share code呢 就交给你的雇主 那他呢就可以拿着这个资料呢 就可以上去英国政府网站去查询回 究竟呢你是不是有这个工作权利的 那我自己呢有朋友就试过就是 他自己呢就是欠了BRP的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呢 去到刚才说的BRP那个网站呢 就发觉呢是有些问题 出示不了那个证明了 那怎么做呢 其实呢英国政府还有另一个网站的 这个网站本身呢就是被雇主去用的 就是要答一堆问题就是 那个求职者其实他出示了什么文件呢 那些文件上面的资料是怎么样呢 那输入了这些资料之后 就可以看到究竟是不是有权在英国工作啦 那网址呢就是现在画面见到这个 那如果你去建工 而你的雇主是对你的工作权利有一些疑问的 其实你都可以尝试去叫你的雇主呢 可以试一试用这个网站呢 那就可以查询一下 其实你出示的文件 是不是可以证明到呢 你有权在这里工作的 那讲完找工作呢 就讲一下上班啦 那我很庆幸啦 自己最终呢都是有job offer 可以上班的 那有些朋友都问 其实在这里上班的体验是怎么样的呢 那有最多人问的问题呢 就是这里是不是真的好像传说中那样 放工时间之后去留在这里做一些东西的 那我觉得是很视乎情况 当然都很视乎你的工作 你的职业啦 那以我自己来说呢 那一般来说呢 我的上司呢 都不会说叫我在这里留下做事的 甚至有时候我自己做做下觉得 有些东西刚刚做到一半 那就是放工时间的 那我都打算做完再走啦 那有时候上司见到都会跟我说 就是不用说要今天做完啦 不如明天回去再做啦 回家啦 那都会有这样的 那但是呢 我都听了一些朋友说过呢 他们的行业呢 可能真的有些事情呢 真的要做完才行的 那变了呢 就可能呢 在正式放工时间之后呢 都要留多一阵的 那但是普遍来说 就我自己的经验 或者我听回来的一些朋友他们的经验呢 大致上呢 虽然有时候可能都要加班的 那但是这个情况呢 就绝对会比香港呢 没那么严重的 那如果各位观众 你们有些不同的经验的 不妨在下面留言分享下啦 那另外一个很多人都说的话题就是 是不是大家很喜欢有些small talks 就是一些同事之间呢 会很多时候聊天啊 尤其是 传说中经常说 是不是通常见到面就讲一下天气呢 那我自己的经验就是 通常同事 早上上班见面呢 很多时候大家都会打个招呼的 那说完之后呢 有时呢就会答到下一个话题 就是吹下水那样的 那天气呢 固自然是一个都不时会谈到的话题啦 尤其是是如果 那麽巧譬如 这陆转动了啊 或者是昨晚下了一场雨啊 那样 那很多时候会讲一讲这些的话题的 那除此之外呢 还要看一个时间和场景的 如果是通常是星期一啊 那些同事见面就会讲一下 这个周末过程怎样啊 有些什麽做了啊 那样 那另外呢如果在周末 譬如星期四或星期五呢 很多时候大家都会讲一下 有些什麽计划啊 会去哪里玩啊 那样 那同事之间呢 很多时候呢 就会讲一下呢 就会讲一下 结果这个周末做了些什麽啊 或者昨晚做了些什麽啊 最常见的 例如讲过电视啦 譬如说看了些什麽 就上Netflix看了鱿鱼啊 那样 或者是哪个电视剧啊 那样 或者看完昨晚Masterschef 哪个人啊 输了 出局很不抵啊 那样 那些都是经常会谈过的话题的 那有些同事又会讲一下 早前请了一架 那去了哪里玩啊 那又拿了一架campervan 那去了一些不同的地方那里 那又或者带小朋友呢 那去了哪里玩啊 去了Nagoland啊 或者去了主题乐园啊 那样 那这些都是一些很常见的话题的 那另外一个很多人都 常常有的疑问很关心的就是 其实究竟英文 如果不是说真的好呢 会不会是很难跟同事沟通呢 那那问心呢 我的英文呢 都真是有限公司来的 绝对不讲得上是好的 那我自己的经验就是 那些同事呢 如果知道你本身 是那个英文不是母语呢 有时他们都会就住的 那比如说呢 他们会讲慢一点呢 那又或者呢 是不会用一些很local 很本土的一些里语 一些习惯的说法的 因为可能他们都知道呢 你听不明白的 那有时呢 甚至他们会主动跟你讲一下 想你了解多一点本地人 有些人是怎样聊天的 那比如呢 那有一天呢 早前有一天呢 去到下班时间呢 那有个同事呢 好像如常那样 跟我说再见 那但是他就 说一句就是 See you later alligator 那这句呢 其实我自己以前听歌 都听过的 那但是 他忽然间跟我说呢 我都不是很清楚 知道本地人是怎样回应的 那之后呢 我的同事也跟我说回 其实呢 这句呢 你可以用回个歌词的 下一句接回的 就是after a while crocodile 那样 那过程之中呢 我又学了东西了 知道呢 有时那些人呢 会是这样的形式去说话的 这种情况都有的 那同事呢 都知道你本身 不熟英文呢 他甚至会主动去 帮你去融入 这道英文的语境 去跟你讲一些 本地人聊天的话题 或者本地人 讲英文的方法 那样 那如果遇到这些同事呢 千万不要害羞 多一点跟他们聊天 那如果他们很乐意跟你分享呢 其实你是会 令到你的英文的能力 是会增长很多的 那最后一个问题了 就是 那些同事 怎样看香港 或者香港人呢 那我自己的印象就是 对他们来说呢 可能因为这里的工作环境 本身都是一个 很多元的背景的 对他们来说呢 很多的同事呢 一般来说呢 都会觉得 香港人就是 好像其他地方 好像印度人 好像法国人 好像日本人 都是其中一种外来人口 他们不会觉得特别不同 不会觉得特别看高 或者特别看低我们的 那有些同事呢 还是零射对香港的情况 尤其是近年的情况 有理解的 例如他们可能呢 是看新闻 看到香港发生过的一些事呢 那又或者呢 可能他们有些朋友 本身是香港居住 那所以都听过香港的情况的 那甚至我有个同事都挺有趣的 他有一天跟我聊天 他就说呢 原来他也是有在社交网站 去follow到一些 香港知名人士的 那所以呢 他也是都挺清楚 香港的情况的 那这种 那么认识香港的同事也有的 不过呢 就不多见的 一般来说呢 都是知道香港在哪里 知道大约香港的情况 大致上 可能有个基本的概念 那通常都会有这种情况的 那我今天呢 对于英国的 找工啊 建工啊 和职场的分享呢 就大致到这里为止了 那最后买一买广告了 我自己呢 在Facebook 和Patreon 都有专业的 如果有用这两个平台的朋友呢 不如上去看看 多谢收看今集的节目 下一集再见 拜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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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